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散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新闻报道有一件事好笑 梅启明在今天10月6日时 有一个惊爆的新闻 就说我要结婚了 不是吗?一百年多又结婚? 不要紧 何伯也是这样 何伯和何伯结婚之前 仍然有少许钱 起码都买到什么龙凤额 或者金器等等 虽然结婚前的时间 就已经被小女儿调走了那四百五十万 不过不要紧 患难就见惊情 他们这件事就一件事先了 起码还有劳力士和鑽石戒指 现在还在这一件事先了 不过这个梅启明很厉害 他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 现在干什么呢?又来啊 很厉害啊 他回开二度啊? 不知道多少度了 三百六十度 还可以 话说跟他的太籍女朋友 妹妹结婚 预告还要 厉害啊 接下来会举行记者招待会 这么厉害?真是拭目以待 你结婚记者招待会搞不鬼 似乎他不是单纯于公布摆酒和婚宴的详情 例如食物菜单、流程、嘉宾、哪一日、酒楼 邓川石还有没有伴朗呢? 谁还够跟他做伴朗呢? 这个是负面新闻王 还黏着呢? 是客气石来的 我不知道 为什麽呢? 梅启明有一句话很贴切 你这些人坏得没有朋友 对 朋友都没有了 那哪里找一些邓川石出来? 我想请些行不行? 给钱请咯 多多钱都不贵 被人笑成小的 是吗? 成本都很高 可能泰籍的女友妹妹 都可能找到一些瘦阿迪卡的朋友 但是梅启明这个人太斜了 是的 可不可以到时叫肥妈来倒茶给肥妈喝? 挺好的 应该要找肥妈才是 肥妈可能容易找些 另一个妈很难找 现在梅妈就最难了 梅妈好像没有办法见到她 那是什麽事呢? 现在很尴尬 梅妈存在于霍金才能解释到的宇宙空间 因为梅启明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喂喂喂喂喂喂 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在哪里都找不到 很搞笑的 我估计记者招待会主要是开刊 希望你们这些魔鬼护士 快点教训我妈妈出来 现在怎样说呢? 借着结婚这件事 梅妈也很支持她结婚 还说很愿意再喝媳妇茶 也说曾经也许未必不过 送了一只十几万名贵手牙 给梅妹 表示 梅妹 你可以做梅家的人 快点跟我们的名仔 拉上天窗 类似的对白 我们估计的对白 那只牙也没有见 梅庆明展示出来 拿出来看看才行 起码都 再说 不过梁母子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还说吹鸡 各位帮我找梅妈 接着再说梅妈身边的看护 所谓的魔鬼护士 这个魔鬼护士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魔鬼护士存在呢? 我都很怀疑 这个魔鬼护士很好笑 说到有份帮忙隔着她和梅妈 但是仇印兼宴外眼行 偏偏被梅启明 较早前在街头遇上魔鬼护士 那她说 哎呀 没有了 我没有做了 我没有做魔鬼很久了 就说被梅啟明的侄子 已经炒了魷鱼 那很搞笑的 整件事 那侄子炒了魷鱼 那梅啟明应该找你侄子 是吗? 是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魔鬼护士 又跟梅啟明 还这么多话说 然后梅啟明再说 侄子炒了魔鬼护士之后 也趁着梅啟明 很生性地上班的时候 就搬走了梅妈 也没有地址找到她 所以说见到魔鬼护士看护的时候 就站在一边聊天 突然间说魔鬼可以变天使 你信不信? 那怎么办? 这个魔鬼护士 是不是透露了什么风声 让梅啟明知道呢? 意思是不知道搬去哪 整个梅妈那些 可能说得好像 已经只剩下驱壳那些 梅妈说得这么夸张 有些像阿新哥晚期的时候 好像走来走去 推来推去 不知道啊 她说得这么夸张 其实梅妈是什么环境 所以说要找霍金 研究宇宙空间才找到 较早前梅妈不是生日的 都很精神逆逆的 都有媒体报道她 应该没起到这么差吧? 我估计 这些照片我也可以出古画 AI 不是AI 也不用AI的 可能一些 梅妈说 今天不是我生日 怎样搞得这么拍的 拍定先行不行? 叫你拍就拍吧 信不信不信 不让你饭吃 不帮你洗澡 那不需要呢? 可能就拍定了 十张八张 这些生日照片 就是 之后的链又放出来 之后的链又再放出来 其实梅妈还在吗? 也不知道 不知道 你要有报章 那天 报头的日子 就像那些通缉 浴心 绑匪叫浴心拍照 就要拿着报纸 才证明那天她还在生 要这样才行 梅妈又没有 那她的生日照片 你怎样证实那天是她生日 是吗? 也是合理的 所以魔鬼护士在街边见到梅启明的时候 突然间变了天使 就拉着她一边聊天 就说梅启明 现在我提醒你 快点找回梅妈 因为她现在都不知道真的搬去哪 现在梅妈的处境 不是那样的 是很危险 还有 现在我良心发现跟你说 梅妈真是很想见到你 也很想见到妹妹 这个未来媳妇 你快点找她出来 是这样的 是不是 应该要叫魔鬼护士 来开记者招待会才行 应该要的 那她会不会来呢? 还有她现在又去了哪 现在不知道 应该要叫她才行 改邪归正 出来爆炸大锅 爆炸什么侄子 是吗? 是的 梅启明也有些新的搞作 这个也挺创新的 他说很担心梅妈的处境 想着圆红寻找梅妈 也会设立一个热线 就像我们《芒向报》 《芒信社》 《布料热线》 其实都是开电话号码 希望透过大家尋找梅妈 咦?有没有钱? 有没有圆红? 你说圆红 那有多少钱? 那她就没有正式说多少钱 我们会出一点点的 一个心意 一个心意 即是怎样? 即使好像某位夫人 那时候派一些礼事给大家 那些同事 四个字 无言感激 无言感激 没钱的 是无言感激 这样 她说如果有市民鼎力支持的话 就会更快找回梅妈 我再问 梅启明 你什么时候见过梅妈? 就是出院那天 我意外出院那时 不过当天没有成功见到梅妈的医院 就说梅妈拒绝接见我 即是隔着牆 隔着一条走廊 就知道梅妈在走廊后面那些 即是她出院的时候 就立即撲过去找梅妈 那一幕很感人肺腑 绝对是 看不到 不要拦住我 即是 换言之 两个上次碰面 至少是两年之前 总之 她也说 虽然最终未能联络到梅妈 都会继续 The show must go on 那个婚礼一定会继续 她也认为邪不能胜正 真是哪个邪哪个正 这个好笑 因为邪牌的人就说邪不能胜正 很厉害 原红给市民帮忙找妈妈 她有三大宗旨 第一 我不希望她老人家有什么事 第二 她都一把年多了 第三 我也希望她真真正正 和我主持这个婚礼 这件也是大喜的事 如果她不现身 那是不是照样举行 她不能现身 即是不能不现身 我一定要梅妈现身 无论任何方法 就算少少花红都好 什么都好 不要说 多出点花红 好厉害 神经病 你搞什么 搞了头 出什么花红 你找妈妈 你肯定在亲人里 一定是知道一些亲人 不过可能现在的亲人 没有一个肯和她有联络 或者现在才在大炒大药 我估计是这样 什么大炒大药 我现在报案了 不是吗 警察就说 唯一就是透过这方面 因为市民走不掉 香港这么多人 她躲在哪里 除非毁灭了我妈 毁灭了也有私鞋 我不希望老人家发生意外 哇 你说得这么大 明显是妈妈就不想见她 是吧 死都要见妈妈干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了 妈妈还有钱给她吗 现在 都没有了 据闻 可能想着她两脚一握 就会有也不定 是吧 不知道的 哎呀 真是 为什么要这样呢 静静地过去就算了 是吧 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而且又结婚了 大过儿子了 还搞这些出来 是吧 结果这么多次分 真是好 她 不知道她现在还有没有打工 之前她不是在那间水门鸡里做事 就做一下假装睡下 然后又好像手痛脚痛 我相信没有做很久了 但是现在她又拎哪饭 我也很想知道 真的不知道 之前是增产 现在就增回妈妈回来 是吧 增热度 那她又没有增热度 她又没有做网红 不像何太那样需要增热度 而且她本身也很够热 事实上 她很多风流往事 不过梅启明 第二任的马来西亚籍的老婆 Joey那时候 一生她16年 有个儿子 总之很多东西 后来又有什么鬼 怎知道很搞笑 又有社会过书 其实和梅梅也分手了 然后 不知道和Joey一分之后 又和梅梅拍拖 还是怎样 很多事 很复杂 很瘋 这些正正色色 就叫做 窮风流 饿快活 好 我们今次就来到这里 希望梅妈身体 没什么 梅启明 生生生生 好吗 好 希望她是这样 她不会生性 但我估计 这一把一年多 三一举性 人都已经 衰格 衰开 已经定了格 这个人 我们期待 她将来 10月10日 星期四的时候 记者会 记者会 石破天惊的事 宣布 好吗 先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